让中国人看到我中国人的美 我现在来到了台湾的西门町 走进西门町信不少目光 这名中国女子身上穿的 就是古代中国服饰汉服 华丽衣服让民众纷纷上前合照 但不止在台湾 到了其他国家 中国网红跟当地人聊天 也同步灌输一个中国理念 近年中国大力推动汉服复兴运动 中国人更频频穿着汉服 到各地推广中国文化 连住在大连的台湾人 也回台市大举办台湾汉服节 台湾人穿着各色汉服上街头 这Dress Coal也被放上抖音 跟成都市汉服节相提并论 但仔细看标题却写着台湾省 刻意矮化 营造两岸一家亲氛围 就有香港作家特别提醒 粉砖冯西前13维度 一开头就写下 台湾人必须提防汉服统战 港媒近期报导的华服热 本质是一套配合爱国教育 旨在加强中国人身份认同宣传 在香港推广汉服的协会 也不是普通民间团体 而是跟中共官方 有密切关联的组织 受汉服吸引的多是年轻人 所以台湾汉服统战的对象 就是年轻选民 中共也举办了对台工作会议 里面这个王富林 其实也提早要弘扬中华文化 所以这汉服当然符合中华文化 中共对台的一个软硬坚实的面向 有软的部分就是让台湾无形之中 或者是在社会氛围里面 去酝酿一个认同中国 毕竟文化统战难以察觉 面对中国多元统战手段 国人恐怕不能等闲适职 那就是郭斯文的 这一款最终的频道